Táv Tik Tok 很香啊 咱們要把... 我們中斷這個... 最外面這個出壁 塞到裡面的魚肉 這次是一個大白蟲 真的要細乳法師喔 至少要一半顆的大白蟲 那一顆是 二到三公斤 會選沉浸蟲是因為沉浸蟲 它才有外面這一圈 那一圈是有什麼用途嗎 只有這一圈可以切出這麼新的石 它反而是脆 對 辣椒的話就是要去植 盡可能把裡面的囊 削掉 會辣的吃的地方嗎 因為我們其實只是要它的顏色 華客人如果點綴都會整個廢工耶 對啊 這個要當年先切 大白蟲不能放隔夜 三星蔥的香味嘛 辣椒就是點綴配色 那豆干就是它吃它的豆香味 它其實就很像西式 溫砂的那種感覺 底是冷 那當然上面就是放一點熱的東西 對 那吃起來就是不會說 欸 吃的都是冰冰的 玉金蝦吃就是脆的然後鮮 然後它的肉也是很飽 對 玉金蝦是一個很 算很老的廣東菜 廣東的燒味 我們宜蘭那邊的北鴨 有一天的鴨是最肥的時候 它再來就會變熟了 油才會夠厚 油夠厚我們在烤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把油逼掉 只剩那個皮就會一直脆 那玉金蝦的特色是 它把胸骨去掉 只留龍骨 腿骨跟脖子那樣 如果我直接燙身體的話 頭會淋不太到 頭也是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在烤的時候 我們跟一般烤在不一樣 一般烤在上面 我們頭在最下面 那熱源是往上 就會變成我 頭會 烤不太到 所以我一定要先燙頭 因為我們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整個烤的方法 也要跟傳統的是顛倒 我們在加入我們自己做的 紫蘇梅鴨醬 那裡面有紫蘇梅 自己炒的祝福醬 祝福醬 那祝福醬是用 十種中藥列成的水 去推出來的 海鮮醬 做成我們的底醬 那加入我們自己打的 辣椒粉 香料粉 然後自己練的順酥 成功酥 這樣子 去抹制 那醋可以讓那個皮變脆 麥鴨醬是上色的 用西式風乾的概念放在冰箱裡面 自然風乾 三到五天要看鴨皮的厚度去調整 對 那這個特色是因為我們 開膛脯肚 那一定是沒辦法保留太多水分跟油分 對 那用風乾的概念的話 就變成它 水分可以保留在肉裡面 就跟西山吃牛排的意思 開膛脯肚之後 那脖子就像平常 我們手拿輕的地方 那肚子的地方就是皮疤的肚子 整隻斬箭上桌 那我們這邊就是胸會卸下來 一樣做片皮鴨 一樣包捲餅去吃 那腿的地方 就是斬箭上桌 等於是我們也做兩次給兒子 十四廚在做廚房 做了很多傳統的菜 看過很多老菜 為什麼會被淘汰一個是做工盆腹 那一個是不符合現代口味 我會做的這些菜就是保留傳統菜的精神 那能不能讓它做得更極致 因為一定會有客人想要 一定會去看葉書 什麼這個菜想要吃 但是一定吃不到 假設我能夠做出來 那是不是就 一個驚喜 你有做一個老年館嗎 其實我覺得有啦 長相應該看得出來也蠻老的 哈哈哈哈